好 過去就有一個新聞大件事 就是台積電 確定了整個配息的政策 的確真的是台灣之光 的確沒有錯 市長他足跡配息 而且去年這樣一整年配下來 一共配了9.5元 創下了他有史以來的一個歷史新高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真的很厲害 合計一共發放了2462億 這真的隨便 大家拿到1億都很開心 他發了2400多億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配息 而且員工每人分紅百萬 說現在大家很多人年薪都沒百萬 他們光連分紅都有機會拿到百萬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然台積電這個狀況真的是相當不錯 而且我們發現到 事實上好像也沒有因為 武漢的疫情的一個關係 使得說台積電的股價回檔有很深 事實上都還好 你看到其實這一天 我沒有記錯 這一天跳空缺口 其實已經很快的就已經補上了 最近這幾天我想 可能是又來到前波高點附近 大家可能有點這個應該說靜觀情確 另外我們在看下一則的一個新聞 事實上我們看到 建設1月份的營收創新高 事實上如果你有去留意到 其實這個應該說整個的一個散熱族群 去年非常的火紅 可是火紅到去年的12月 甚至到今年的1月份 就剩建設火紅而已 因為你會發現到我們當初我跟大家講過 像什麼雙紅 或包括像是泰塑 事實上在1月份的營收 表現都不太好了 事實上營收表現都成年減 只有建設 建設1月份的營收創新高 為什麼它有辦法創新高 它有提到 客戶的 我們看剛剛那一張好了 他說客戶的一個 客戶的一個這個拉貨 提早拉貨 甚至包括呢 他也在積極的擴產 IGBT 今年的光IGBT部分 獲利要準 它的一個營收部分 是有機會倍速成長 所以我們來看到下一張這個字卡這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說 只能說建設它運氣真的很好 它呢是三熱族群裡面 唯一1月營收創新高的 因為主要客戶在哪裡 美國 日本 歐洲 你沒有看到 中國大陸嘛 對不對 主要產品是什麼 軍熱片 ILM IGBT 跟智慧機關係不大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這蘋果賣得很好是一回事 可是 今天如果說紅海沒辦法 趕快去趕工的話 你會做不出來 DG是不是就很慘了 所以如果說有跟智慧機有關的公司 幾乎在第一季的營收 都被下修了 但是 它跟智慧機 可以說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無關 但是 幾乎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它 在上次法說有提到說 這兩年之內資本支出大概14到15億 說真的 算這麼小的公司 支出這麼多 也代表可能 真的後面有這個很大的一個訂單 那 為什麼IGBT會成長 是因為我們看到 油電車跟這個電動車部分銷售成長 事實上IGBT呢 以前啊 或許呢 比較多用在哪裡 電動機車 不是這個Gogoro那種電動機車 是那種高鐵 那個車頭 那個電動機車 火車車頭叫電動機車 但是電動車部分 甚至油電車部分 就開始需要使用這個IGBT 我想使用性更高 而且重點在哪裡 我們看到 銅鍛造去取代所謂的 金屬本末射出層 就是所謂的MIM 所以 這部分呢 其實銅鍛造 所謂的CNC這種機台 去鍛造出這種所IGBT 這就是建設本身的一個專長 所以呢 當然我們看到 這個主要這個IGBT 是因為零下單的 那軍熱片呢 是超微下單 他這兩個都是他大客戶 超微大概是佔他 三成比重的大客戶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他在一月份的營收 我們看到別人雙鴻 雙鴻泰塑都很不好 那這個 操縱還沒公佈說我們不知道 雙鴻泰塑很不好 但是一月份的營收 反而是建設寫下歷史新高 再來我們來看這下一部分 下一個這個新聞 你看到國劇 其實我去查了一下 我們在一月十 應該是一月十日左右 我們在這邊就跟大家講過 對不對 當時全部罵的半死 半GDR搞什麼 搞什麼 一堆人罵聲連連連 外資都說 用驚訝來形容說 怎麼這麼糟糕 結果我們當時跟大家講過 半GDR很有可能 就是跟媒體有人評論到 就是原先在基美的大股東 他想持有國劇 我們來看一下國劇的 黑線圖就知道了 我們看一下國劇 很顯然國劇 其實這個應該說上個星期 是一路的呈現往上走 甚至在禮拜五 是收在整個星期來高點 你看到前方高點 475元 如果你被一月十日 一月八日 當時的新聞給嚇到的話 我說真的 你們真的是很可惜了 其實你看到 那我們看到剛剛的字卡 對不對 剛剛的新聞 國劇說三月份 漲價30% 事實上這真的是非常的 有人說 你是不是這個 陳泰銘先生 是不是每次都說很樂觀 其實我覺得 不見得能這樣講 因為畢竟 我們發現到了 在過去的時間裡面 這個陳泰銘 董事長連續吃個麵 記者都纏著他 都要用國劇會不會漲價 的確是要漲價了 甚至你看到 其實不只國劇 其實包括像 2456的麒麗星 我們來看一下 K線圖好了 其實麒麗星 股價走勢 也算是相當的強勁 你看到前方高點 141說真的 他這個 應該說他的一個 上個禮拜四 都已經跟141 已經相當的接近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國劇 麒麗星這些公司 我想應該都是 受惠到缺貨效應 再來看下一則新聞 我們看到 高價股 雙利多 群山競秀 其實呢 在禮拜五最強的高價股 應該是普瑞 因為普瑞禮拜四的法術會 哇 這個EPS 30幾塊錢 真的是非常 非常厲害 來到770元 看起來 連數字都是相當的激勵 其實也不只是普瑞 我們可以留意到 類似像 5269的翔碩 或者是6415 這種所謂的一個 這個系列 其實系列是第一 系列是第一檔 超過應該說 超過千元的IC設計股 我想 這些個股 事實上我們看到 在這種群 應該說 群起爭鋒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呢 在下一週的一個 這個 這關鍵裡面我想都是大有可為的 所以 從整個對於股市的衝擊度 還有對於產業 其實反倒有一些新興行業 出現的同時 大家對於疫情的恐慌 應該可以慢慢的降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 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